博弈论,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蚂蚁金服 今天再续这个话题 因为每首五十股就四千零四十元一手 但是其实如果你借孖展的话 其实都锁你多久,都要给点息 现在一部分都要,哪个孖展不用 我知道,但是我当然要讲一些清楚的资料 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想一下 其实我经常有个迷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拿出这个钱去投资这个抽签 去大抽奖 其实这两个礼拜,你锁住了我的钱 我就很不舒服的 因为这两个礼拜,其实市怎么移动 或者情况怎么样 我可能,虽然你可能觉得我很坏 我经常想着即日先都是一个 挺好的投资的一个方法 你经常不赞成,但是我觉得就挺好的 尤其是现在根本上你都很难看大小 有些人教人看市不看股 不,看市不看股 有些人就说,长渣就比短炒好 但是这些我其实就是 我做了二十几年财经记者 我发觉很多都是up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现在你看小小,其实 马矮呢,如果你真是 我当一般小户 其实它未必一定借孖子很多 可能真的在银行那里 禁一块钱出来去等 其实你会不会这样做 我一定借孖子的,所有人都没有这么说 我现在的借孖子都没有很难对你说 你讲一下,你讲一下分别 为什么你选择借孖子 不去真是自己拿钱出来 不是啊,每个人都没有钱 那你会给息嘛 那你会给息嘛,借孖子 如果你做股票的话 你怕给利息的话 不如不要做 这么想的? 是啊 你怕利息成本不是本 你当然是希望 你当然是希望赚钱多个利息 如果利息也归不到 你不如入算车银行 你不如全车银行做定期的一个 不过你喜不喜欢抽新股? 很少的 但是有的 有抽的 有时抽一下 但是其实呢 譬如好像马矮这些 那么多人入票 那么多人去一齐进攻 你觉得抽到 其实可能最后都是一两手 值不值得搞那么多东西呢? 你们这些吃开大茶饭的嘛 那没人叫你初两手的 那你初一多未必中的 初两手也未必中的 对 但是你的问题是 你中的机会 你一定计算成本 你一定计算个可能性 你始终也有些钱赚的 你始终也有些钱赚的 那你去投资的东西不用办 你按几个按针就可以了 手机按几个按针就可以了 如果你做这些转型 你打电话 那你就有了 你始终是很简单的 不过你觉得 今次的蚂蚁 那个状况 会最后是香港散户捅长多 就是大家一起去 好像以前那些 TOM.COM 那些状况 还是说 外资仍然是大举 你占了一个很大的份额 我想中资外资 什么都会有 卖金库 卖那个外资一定有 因为 它说转地球有资来最大的一票 所以你所有的基金 到最后都会买一些的 所以你买 收企三千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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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 所以一定有街街戟一起买 而且一定是有人买了会不出难 大家一定是只会被南酋 أو收入海负 那这个状况 又可能對於我們的觀眾來說有少少啟示 其實我和你看法有少少似的 我覺得這次因為它有個名字叫全世界最大 所以如果你不參加這個遊戲 你就好像很落後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都一定要拿回貨 但是你等它變成藍籌 其實你是不是都覺得其實它可能很快 一出之後一兩季就已經上去了 我想它到最後一季的時候 它都要變成藍籌的時候都要賃貨基金買的 現在賃貨基金不能買的 到最後賃貨基金都要買的 但是現在不能買的 因為賃貨基金只是代表藍籌 所以一定會買 到最後它有些自然的賃貨 是現在不能買的 你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自己看它的定價其實這次是便宜 還是一個合理的價錢呢 我想這樣說好不好 怎麼說呢 我炒股文碼的第一集已經寫過 那個是一個金科玉律來的 但是人們從來都沒有看這個金科玉律 那個金科玉律就是這麼大的股票 你誰知道定價是什麼 那個人是亂說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那隻股票值多少錢 匯豐你怎麼知道值多少錢 一直都說 現在的人只要我知自然不信 但是這麼繁架的業務 你怎麼知道做什麼 都不知道做什麼 講來講去 你都是斷股的 你怎麼懂定價 那個定價本身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行為 你這個講法呢 我有一點點 我不是疾你 我只是覺得 當你說到這麼複雜 其實那個定價 其實那個所謂專業性 在 是不是他們對我們更加了解 這個行業發展 所以你覺得它複雜之餘 但是專業可以定價呢 第一 所有專業都可以找你 他不用做定價那個人 定價那個人 你知不知道做定價那個人 通常都不說 定價那個人通常都是 見你兩次而已 第一次就是你做Pitching的時候 走來你想給他開 給他 他想幫你做生意 那就是他來 第二次就是臨上那一刻跟你定 通常都是鬼滋 然後有一堆人真的糊塗糊塗 但是視乎看幾個數據 他鬼滋的定價是什麼 真正知道的定價是馬雲自己 你絕對不會知道他什麼定價 難道你那些人分析匯豐 或分析王華多餘 分析匯豐和分析王華 是一份全職工作來的 你還要在裡面 人家把整個figure都給你看 才知道全職工作 周時很多時候 好像匯豐王那樣 不要說你是一個全職工作 如果你是中間插進去 你不是由day one開始打起 不是李嘉誠 買回來慢慢搞 你都不知道 其實都是閉上眼亂來搞 亂來買 只不過是躲一下心理 大家講什麼定價高低 你計給我看 全部都亂了 基本上就是浪費你的時間 你可以看他的分析 現在就是看momentum 市場買人買 市場有多少人買 就是看大家有多起哄 看大家有多喜歡 看大家有多狂熱 純粹這些全部都是 我贊成你 60元至80元 有什麼對你來說有什麼分別 你都是沒有分別 都是閉上眼買的 要沽你都是不沽 都是什麼的 要派息 如果不派息 都是派很少的 如果你要派息 等到你入觀財歸日 你還沒派得 這個未派足的成本 如果它不升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股票市場 就是這樣的玩法 大家還在講 天花龍鳳那些 其實是沒有用的 到最後就是 有market force 有momentum 就買 如果你計算的話 你一計算的話 你就不要買了 因為所有股票上市 都是為了賺你分的 不是為了送錢給你買的 唉 我想今天基金經理 聽完你這些言論之後 我相信都沒有心思 我記得 我有一本書叫做《周遣發達指南》 2009年寫的 不要緊 那本書叫做《買基金的蝕珠》 OK 好 下次再跟大家再聊